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中圈着见到谷歌无供试Alphabet 他被欧盟罚款20.2亿欧罗 比分析员之前预计的10亿欧罗高很多 拖累昨晚Alphabet跌了2.5% 消息对其他科网股都有压力 见到Facebook、Amazon、Apple、Netflix跌幅介乎1%至4% 要留意着今日科网股的情况 说回谷歌谷歌到底犯了什么事 原来欧盟说谷歌透过他控制的网站的搜寻功能 将他们自家网上救命的服务 摆在最优先的位置 这是违反垄断法的 今次罚款211亿港元 是欧盟反垄断案之中 对单一公司开出的最大罚款 昨晚美股、科技股表现一般 连带中概股也有比较大的回吐压力 见到京东跌了半成的楼上 微博跌超过3% 另外提一提 屡次5月份 大家记得有Warnakry 有个恶意的勒索病毒程式 席卷全球 原来最新有一个新的 新一轮攻击 另一种病毒叫Pia 好像有几间的企业 都是被勒索 受到这些攻击 今次的解锁的赎金 都是300美元 即是公价面问 另外 昨晚联储局主席耶伦 在伦敦参加全球经济事务会谈 即是座谈会 他说目前金融体系的安全程度大大提高 银行的压力测试亦符合规定 有信心有生之年都不会再重演 类似2008年金融海啸的危机 如果是习你贵言 另外 昨天恒指 如果你手上没有持有世界股的话 都是吃下花生 如果你持有的大股 肯定是开香槟 昨天恒指虽然曾经跌最多 91点左右 收市的跌幅都收窄了 跌了31点而已 去到25,839点 10天线和20天线仍然是守得住的 不过仍然都是那句 波幅是相当之窄 继续只有五百多点的波幅 连升六个月仍然是在忘记下 挨多两天 在高位浪多两天之后 五又不用穷六又不用绝 今年传统智慧不适合 七翻身就自己想想 如果昨天持有腾讯、吉利亚 中人香港都很开心 都是破顶的 留意中人香港升期五会随正 另外报到大股指标 强弱势股指数45% 强势股指数未升0.3% 弱势股指数15.2% 升1.3% 另外市宽方面 三线市宽全线向下 这里要留意一下 股价高过250天线的长线市宽46% 跌了2.2个百分点 股价高过50天线的中线市宽 是有在失手40的水平 去到39.8% 跌了5.4个百分点 三天线高过18天线的短线市宽 42.8% 跌了2.2个百分点 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和我们一起 在看直播 有李鸿燕在那里 有些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很帅 是的 我都觉得这件衣服 我都挺喜欢这件衣服 又做得挺舒服 有人说我 好看 真是谢谢大家 今天心情会好一点 好了 既然是这样 介绍一下你们 讲个股短评 讲一下防托405 月秀防托 早前在50天线回升了 亦出现了一个突破 上升趋势的阻力 亦都突破了 现在画面看不到的 下面有一枝一枝棍 经常看的 EJFQ的石头能量 其实相当强劲 表现跑型后指 估计还未见顶 其实在2月中发出了长线绿灯 至今是升了5%的流伤 好了 焦点 当然是看着一些 世价股 传闻相当多 报纸有大蝙蝠的报导 其实昨天中午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传闻出来了 一时又说 庄家被斩仓 还说到明是深圳的一个庄贴 即是港交所 一会又说是证监会 传闻很多 说到最后 最威慌的就是David Webb 我们之前说过 他有50只不能买的港股 昨天中了47只 都是跌的 昨天世界估计 所谓股灾里面 50只中了47只都要跌 其中还有24只 是在50大的跌幅榜里面 这个榜 昨天跌少一点都不能上榜 这个图就是 错终複杂的股份关系图 就像一个蜘蛛网 正所谓David Webb的 有50只不能买的港股 其实昨天跌幅榜里面 现在这里就是昨天的跌幅榜 有几只都是手熟面 因为两年前左右 那一转不是有转世界估热潮的 我都玩过一下 好像说集成雨傘 还有哪一只 美节会 那时刚刚新上市 还有一个中国置业 那时两年前左右 那时炒来炒去 就是德国家 昨天跌八九成 非常之悲壮 有些人就将这件事比美 什么时候是什么世界估热 世界估热 先股事件 其实我觉得那时的先股事件 那天都是跌两三成而已 昨天跌八成九成这样跌 我觉得 场面真的非常之悲壮 好了 今天看着这些股份 有没有一些薄反弹 其实你薄反弹 你会只赚才行 昨天跌九成 等于今天会反弹 再跌多九成都可以 好了 物赛股 看完梦能 也是豪指股 276 公布了截至今年三月底子的年度业绩 股东英占亏损超过两亿 对上一个年度 亏损是五亿的楼上 叫做收窄了亏损 但到底为什么可以折这么多呢 还有负债方面要留意 它有40亿的负债 另外一只都是豪指股 雷士照明2222 配股集资 配股价8毫 集资净2亿 配售股份占拐大后二 发行股本大约6.7% 配售价比昨天收市折让2% 交易完成后 拿了批货的股东 持股量由4% 增加到10% 会成为 雷士照明的主要股东 对啊 你同意是 开名 说了一次 你还在看吗 留意着 明天会去祝国神华随正 特别式加末期股息会随正 另外升平 刚才说了 中人香港也会随正 今天暂时到此 明天再见 拜拜